大家说变态丸的口腥和咱平时说的口腥的完全染把式 左右语啊 自带咸味 连喝白干水都感觉到咸 这到底怎么了呢 这种情况呢 中医就叫口咸 大伙觉得这类人应该是吃饭的人口腥啊 就啥都不敢吃啊 怎么个中医里还又反过来了呢 他是口中是有咸味的 他自己喝水都是咸味 干什么事都是咸味 就是什么也不吃 什么也不喝 我现在感觉这个唾液就是咸味 所以说呢 你稍微放点盐的话 那就他就感觉这个咸味更浓了 他受不了 那客观上来讲 其实不是有咸味来刺激他 是吗 对 是他自己的这个味觉 刺激他自己 中医就叫口咸 那身体是怎么了呢 才有这种情况呢 大家想想啊 我们中医讲五味配五脏 一般的大家记住这个口圈 酸 苦 甘 心 咸 甘 心 脾 肺 肾 这么对应 那让这么说咸对肾呢 对啊 咸对肾 那就说明呢 肾味是咸味 咸味 他这个人呢 肾的味觉出来了 说明肾脏不收肠了 肾阴虚的比较偏毒一些 肾阴不毒嘛 一般的说呢 就是肾虚 腰血酸软 同时呢 还伴有阴虚的表现 口干涉照 皮肤干照 这个腿脚爱抽筋 这都是 如果阴虚的重了 会出现阴虚内热 他是有五心繁热 其实是什么呢 手心是两个 脚心是两个 这叫四心 还有一个心脏 他心繁了 心热呀 这叫五心繁热